小郎 你的飲料放在電話板 車頂上 麻煩處理一下 麻煩處理 稍等一下我錄完這個 好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看地板 大家一定會非常驚喜 我們選的顏色是什麼 等一下就是帶大家去看 sample 走 哎唷 這個翅膀很不錯 這已經是最多了 對 因為小黑的地板好像說是多 它其實敷完會像這樣子 左邊嗎 對這一塊 它其實敷完是這樣子 感覺是蠻黑的 麻煩都這樣 有融入嗎 沒有 他為了要完成他這個全黑的夢想 必須要多了三四萬塊 你有錢嗎 從你那裡扣 你熟買一台相機 把你上去拿去賣 地板錢就出來了 白雲霜霧的話 它的紋路會比較自然一點 很是滿意 你不覺得是真的很漂亮嗎 它敷整片很美 還有那種 還有一種風 比較有一種微舊舊的那種香車風 或是那種褲褲的 或是斑螺感都可以抽這個路線 好漂亮 喜歡 全家都萬歲色 有眼光 都是差了 但它真的黑到 我掃地都掃不乾淨 你知道嗎 有毛就很不顯 因為你張布這樣踩上去就很不顯 灰灰的感覺 這個會比較薄嗎 這個的話會好一點 沒有那一塊那麼鮮髒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點點的咖啡跟白 那一塊是真的無底探黑 家裡乾不乾淨很明顯 嗯 好黑欸 真的嗎 好黑喔 我看到了 好黑喔 可是它有那個紋路 好細光喔 這跟那種海島的感覺 你自己看這個細節 你自己看刻意的這種 他就是想要在那邊選的 是真的很好啊 黑色跟白色 還有 非常 就這樣吧 欸 你是不是覺得跟小型錄看起來不一樣 對啊 蛤這是我選的嗎 這是我選的 我選了什麼東西 嚇死 選材料非常重要嗎 行動上看到小塊的 跟這個實體看到的是不是 我現在很痛苦啊 我看你很懊惰 我也不是說覺得它不好 也不是說覺得它特別好 我就是 有一種搞不清楚狀況的感覺 你可以理解嗎 我剛剛全部記錄下來 我剛剛還悶悶了 然後這個人就是想著 欸 我有選這個嗎 然後開始對行路 欸 好像真的有欸 可是怎麼長這個樣 但是我先講 這個門 我們要用這個 經濟實惠的門 要做我們的推拉門 這個真的很便宜啊 欸欸欸 小心小心 它就是有一點木紋 可是我覺得還OK啦 所以我們會選白色的是嗎 質地跟這個差不多 只是紋路不一樣 然後我現在要來挑一下 我們這個重要的餐櫃的材質 我現在覺得很懊惱 用看了齁 還好有來齁 對 我現在真的是 是 So Confused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覺得你還好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覺得你還好 這是一點衝擊欸 好 走啊 我們進去看其他的 好 好 我一直記得我選的是這一本的東西 但是紀錄裡面顯示是 我們選了這裡的東西 是發生什麼事了咧 不知道我斷片 現在讓我很痛苦的事了 來你再說一次你現在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這兩個 但我最喜歡這個 葡萄木 北周幽默 小楊剛剛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你的想法全部寫在臉上 你知道你剛剛就很像萬歲 蛤 我會選這種東西 這這 這 這怎麼會是我選的 來啊 旁邊那塊可以理解 但左邊這一塊 4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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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講 confused到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我不是覺得它不好 但也沒有覺得它好 但是我就是 這不是你會選的東西 你就是這樣覺得 而且我就想說 這真的是要這樣子放在我家裡的嗎 它其實也是一個安全牌 它其實長得很安全 但沒有讓我戀愛的感覺 哎呀我跟你說啦 你那個心裡的衝擊 我看得清清楚 真的建議大家 裝潢一定要親自去看 尤其面積比較大的 因為面積大的影響成分就很高 你一定要親自去看那個質地 要去摸過確定自己可以接受 不然喔 你就會像兔兔剛剛那樣 極度的衝擊 然後我一直覺得觸感很重要 所以我都一定要摸過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你日常會摸到的東西 那我觸感怎麼樣 你觸感很好 我是摸過才下定的喔 聽起來怪怪的 你看你有看到嗎 我一看就看到了 可以摸到感覺很讚欸 你懂嗎 就是它做成一個櫃子的時候 就要是這個樣子 你就要摸它 那我這樣摸是不是有點變態 有一點 你現在有看到什麼喜歡的嗎 有有 但我現在還在鎮定我自己當中 因為我覺得好多喔 這個也很讚欸 很讚欸 我現在遇到蟑螂 我很害怕 爸爸要拯救我 蟑螂在這裡 好了 不見了嗎 不見了嗎 對啊 我們又到了新家了 我們今天挑選 MSBT 曼室布提的窗簾 其實要選的東西很多 我們要選擺葉窗 外面客廳跟書房擺葉 廁所擺葉 廁所擺葉 兩間小孩房 還有主臥室的布簾 反正要選很多東西 讓我們一直很期待 生品的過程 哇 你知道嗎 我覺得現在家裡就是這樣 一直來丈量 然後愈來愈好 我們就覺得家裡愈來愈完整的感覺 我有覺得就是這種 小紅的感覺 就是一個廠商來 然後量完之後 一切就搞定的感覺 我中間就不用在煩腦 我們只要選就好了 就在這種感覺 丈量完之後 就是挑選自己喜歡的款式 然後就 等它變漂亮完整就這樣 等等來選品吧 我也好興奮選這個 最耐的 我覺得選那種類似超耐磨地板的材質 你說這裡嗎 對 最耐的 最耐在這嗎 就是你一開始選的那一個啦 怎麼樣 我現在只是覺得白色好像真的 略顯單調耶 有 跟我講單調喔 好 我來看看 所以我想說給它臉顏色瞧瞧 這種感覺 不是這種呢 欸你那個有點老耶 蛤 剛剛那個玩笑 我的氣 Sorry 它現在看淺灰色 這個灰色第二根廁所的 很常接近的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我們第一次選的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你相信這個小東西 在亞馬遜上 只要二塊幫我吧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 那聽起來很不錯對吧 呵呵 你們再吵 我就通通把你們 拿去亞馬遜上賣 呃 我們還有其他的 蓮子要選嗎 主臥的 德光布蓮 風潮蓮 德光捲蓮 三種要選 他故意補那一句 呵呵呵 他知道你喜歡選東西 我們現在要來選 廁所的百頁臉 廁所的部分 因為像這種粗度 我覺得很像以前 古早辦公室的Fu 誰說你講古早 就是很古早啊 欸這很漂亮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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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蛇的Fu 你有沒有覺得嗎 鱗片的感覺 是 這是我們現在浴室選的 清水膜顏色 所以你把他們兩個放在一起 覺得是漂亮的 好 可以放下來 我覺得你很累 它有一種 歐式 做舊風 做舊風 做舊 做舊風 他在說做舊風是什麼東西 歐式做舊風你知道的 這樣OK嗎你 可以啊 那我們就這樣吧 廁所也會有黃光 光這樣照起來 你就覺得它很亮 我覺得好像可以 因為我們天花板是木頭 這個其實跟 窗戶框的顏色 所以感覺有點像 好像可以齁 對一下主臥好了 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喔 就這個了 我們的MSBT曼師 布提幫我們做的 窗簾已經到了 我們客廳最後選的是 白色的木質白 也加上黑色的腰帶 中間我們改了很多次顏色 最後選擇白色 但你不覺得跟我們家超搭的嗎 超搭 整體 你看一下 躲下來 不用躲 我直接退到門口 讓大家看一下 門一進來之後 映入眼簾的感覺 就是風格就出來了 好 後來後來 這幾面是同一個視覺 所以我們全部挑一樣 所以它就有一致的感覺 就是眼睛也不會讓人覺得 非常眼花撩亂 因為這個窗簾面積很大 風格整個就會被帶出來 等空間感覺 如果這樣很愛百頁窗簾 就是這樣微微透光出來的 浪漫氛圍 我一定要讓小楊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智能窗簾是多麼的厲害 啊不要忘記 如果你要裝畫 記得兩邊啊什麼的 要留插頭 在裝畫的時候可以先弄好 有這個需求趕快先去問一下 MSBT慢施補體好不好 他們會把注意事項跟你說 如果你要電動窗簾的話 啪啪 介紹 我已經設定好了 我現在來告訴大家 首先是客廳 手機操作非常直觀 它就有圖示去對應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調這個 中間角度讓它立出來 馬上立 關起來 翻這一面 翻這一面 要翻另外一面 它會幫你翻另外一面喔 如果高度 假設我要到一半左右 它就會動作 每一支都可以這樣操作 我也可以 用遙控器 各用遙控器的方式 這個是1 這是2 這是3 4是這兩個 5是全部 而且它有分channel這樣子 對 所以我用3 所以我會用那個 我要讓它上升 它就會動了 然後我要它停 它就停了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的好處是 無論我是哪一種做法 這個兩邊都會連動 也就是說 會看到我的書房已經顯示有上升是81 因為完全降下來是98 它不會到100 但是就是接近全部了 不管用哪一個 它都可以同步到這支手機裡這樣 然後甚至它還可以設置一個情境 我們其實已經設了 我們真的很騷爆 我們已經死了 我們已經死了 真的很奇怪 好我們已經設定好了 我們設了一個 日出跟日落 日出就是你起來之後 走到廚房 這邊東邊 不想被太陽曬到 然後你可能又穿得很小 所以我們的日出 就會把它全部關起來 然後日落的時候 就覺得 啊有點陽光灑進來 我們已經開始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這個透光度強一點點 你想先看一下日出還是日落 你想看一下日出 好給大家各位展示一下 這是我們的日出模式 就是關的超延時的 因為我們這個 升起來的太陽 真的是非常的 驚人 這個模式你可以設定 每天 每一週的每一天 跟著手機的日出時間 或者是日出時間的提前 或者是延後 它都可以設定 很簡單 然後如果說我要加新的模式的話 也可以 打開按個加 然後取名 在取什麼 比如說浪漫的樣子啊 取完之後呢 幫它設一個圖片啊 幫它設一個圖片 之後加窗簾 看你有哪些窗簾要展示 比如說我只講東客廳的 左邊可能就是一半啊 然後可能全開啊 然後按測試 它就會跑你剛剛手機操作的那個狀態 如果你喜歡 你就按 上 如果你不喜歡 你就去調再測試 測到你完全喜歡的狀態 就是這樣 有沒有跟窗簾 是不是很智能呢 不會啊 而且我最喜歡的還有一個就是 嚇到我們家的小床屋 像現在打開 小胖在下面 他非常的害怕 請不要再玩貓了 可是很好玩啊 這個就是橋接器 然後這個東西 是需要連接WiFi的 這樣就可以在手機上 操作床簾 我再來 要跟各位介紹 我很大膽的 跟兔寶說 我們用黑色地板好不好 好 我大膽的老夫 也馬上就是剛剛那樣 好 好 然後呢 就會很多人就關心說 啊黑色地板容易髒 黑色地板怎麼樣啊 怎麼樣啊 我真的是目前為止 使用上來 我很想跟大家說 我覺得黑色地板非常好 它沒有什麼 清潔上的問題 大家覺得說 黑到會什麼 一張就很明顯 其實沒有 因為它本來就做這種 灰灰黑黑的顏色 所以 其實我覺得蠻奶的 而且我覺得整體風格 非常非常的 大膽 對啊 我覺得我們家風格 真的是 蠻特別的 你不覺得 你看整體是黑色 就不會那麼無聊啊 這一次想要來個大膽的嘗試 然後讓整體的色調 都是屬於這種 黑色啊 白色啊 木頭 所以 這個 我兔寶最愛的 各位 金一新給他挑選出來 你們覺得最後的成果如何 你們看看這個 多麼的老派 是不是很符合我的靈魂 那時候連木公司 附在座的時候都說 喔這不是年輕人會選的 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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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們說 刪行文是一定要的 我中間還在那邊 跟設計師 一直說 我一定要刪行文 然後中間還有那個 小小重貼了一下 因為對我言之實在是太重要 重點就是在刪行文啊 喔我覺得太美了 而且它整個就是一個 大視覺 就看它就會很開心一點 打造一個我很喜歡的狀態 身處在這個空間 就哇好幸福 然後看這些大面積的主視覺 就覺得 就是選品真的是有搭到 我覺得對我們的表現 這樣都滿意 其實我覺得就是 大面積的東西 有好好挑的話 我覺得整體風格就會出來 下一個 黑色白色地板 我非常滿意這樣的結果 雖然很突兀 但是我覺得是很明顯的 劃分出 兩個空間的區域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裡面的白 有一種那種 度假村還是什麼的 我不知道怎麼說 這完全就是符合我們的心意 然後房間又不會抬壓破 或什麼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門 來 接下來是我們門的選品的部分 這扇門呢 是我們去花蓮特別定制 它不是使用 它是拼接起來的 幼木門 我們個人超喜歡 因為我們真的很喜歡木頭之感的東西 在我們家裡 所以我們兩間廁所都是這個木門 然後這間呢 一定要跟大家融中介紹一下 就是它很歐美啊 而且重點是什麼 它是一個最便宜的門 2800塊 讚 所以我懂的話 而且其實很好看啊 但我們這邊還做了一些 門框加厚 後面還會再處理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 吃早就住了 就是說 還有一些收尾的工作還在做 怎麼樣 是不是很讚 然後給它跳這個鎖 是不是很漂亮 擔心的鎖 把奔奔關起來 Lope 入鏡啊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選品的 重要選品的開箱 給大家看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家裡也還非常亂 大家有看到 我們之後等到我們就是 通通整理完 然後家具也都到位了 繳的一些裝飾 我們都給它擺上去之後 其實有很多我們的巧思 都還沒有被遮到 然後我們再完整的開箱 整個屋子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開箱的選品 其實蠻重要 因為都是那種佔大面積啊 或是跟整體的 視覺風格蠻有關係的 所以說也是很值得 跟大家分享 對 如果說你真的 裝潢預算有限的話 可能可以參考我們 就是選擇大面積 視覺很著重的部分 去做一個 比較多預算的考量 就是既有功能 然後又 美觀 可以抓出那個風格 對 又有風格 好啦 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分享 然後說拜拜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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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